现在的古装剧跳舞真的难看 钢丝一吊鼓风机一吹 随便转几个圈圈 再拍几个配角经验的特写 一场经验观众的舞蹈完事了 和以前的古装剧美女比就不说颜值吧 感觉各种审美都降级了 完全是在糊弄观众的眼睛 看看以前的古装剧美女跳舞是真的好看啊 那个时候的大多数女演员都是真的会跳舞有功底的 动作设计都很美 真正能让观众理解为啥角色能够一舞经验似做那种感觉 和林年轻时候是真漂亮 在《大名公词》中她表演过的一段翻云赋予首的舞蹈 惊人天人 整段舞都美得不像话 相对比之下 这位跳的就被网友吐槽为广播体操 后面的一群演员还在尬夸 杨良下手转几个圈就征服了全场 哇 确实妙啊 说到古装剧中跳舞不得不说 孙丽在《甄嬛传》中的一段惊鸿舞 柔软的身姿 宛若惊鸿的舞蹈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毕竟她也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 五岁学舞 十一岁就到国外表演了 还考入文工团当了三年的文艺兵 出道后更是多次在影视剧中表演过 刘诗诗从小就是学芭蕾的 跳舞对她来说没有什么难度 尤其是古典舞更是绝美清成 在《步步惊心》中一段红眉舞把银评前的观众都给看呆了 即使剧已经播完这么多年 每每提起观众还是回味无穷 盛赞诗诗气质绝伦 张子怡在电影《石面埋伏》中的这段高难度舞蹈是得到过认可的 因为她同样也是从小就学跳舞 还获得过不少的奖励 电影中张子怡穿着古装戏服 舞蹈动作干净利落 一看就是练过的 在《凤球皇》中 关小彤也贡献了一段舞蹈 但被吐槽像跳广场舞 如果你有看过的话估计还会说得更难听 转两个圈 比两个动作就是跳舞了 于正要不要这么坑关小彤 太不走心了 虽然她跳舞不是特别厉害 但也没这么欧啊 她还曾受邀在2015年央视元宵晚会上扮演 四大美人之一的貂缠线上一段精美的舞蹈 把其他三位给硬生生比了下去 扮相惊艳 仙姿撩人 张天爱凭借网剧《太子妃》圈了一票粉丝 但她剧中跳舞的场面真的很辣眼睛 跳得特别牵强 热巴经常在节目上展现她的舞蹈 转圈圈和拉丁舞都跳得特别好 在电视剧《风中奇缘》中她还曾给彭于燕饰演的男主献过一段舞 热情似火 敦挪多姿地扭动着身体 美得让人陶醉 环珠格格中湘飞影蝶 湘飞的清冷气质加上异域风情的舞蹈 一身奇香 香飘四溢 仿佛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惊人的魅力 一句香飞变成蝴蝶飞走了也是成功给观众洗脑 这或许就是她的魅力所在吧 《西游记》中天竹少女 可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前纵一想就知道是哪位妖怪了 前有唐僧被整到不知所措 现有观众被董雨晖惊到不明所以 手翘兰花指加上扑朔迷离的眼神 绝美的舞姿真的叫人叹为观止 杨贵妃密使杨玉环霓裳与衣舞 剧中的樱桃本就身材火辣 一曲霓裳舞更是摇曳生姿正好印了那句美若天仙 宛若惊鸿 别说唐明皇看了被迷倒 观众们看了也被她的风华绝代给吸引 清平乐张碧寒谷风汉服务 深受宋仁宗独宠的张贵妃名谋好耻 媚儿不妖所性身穿一身红衣轻盈踏步 白转千回榴莲细叠 梦华路赵盼儿想复连燃舞 被迫营业的赵盼儿 用优美柔婉的燃舞加剑舞相结合 脚踩节拍婆娑起舞 给人的感觉简直又美又撒 虽然没有妖艳魅惑的镜头 但足以表达了对顾千帆的挂念 明阳花鼓花鼓一族花鼓舞 你敲鼓 我打锣 手打着锣鼓来唱歌 唱的是凤阳的花鼓歌 朗朗上口的歌词加上花鼓清新唯美的气质 时至今日 依然有不少观众为她那段具有文化意义的舞字 而为之拍手较好 提及王楚然 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孤城壁中的张贵妃 99年出生的王楚然之前 在将军在上饰演倾国倾城的表妹 深入人心 近日王楚然新的造型曝光 引发网友热议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王楚然曾因出演将军在上 女主表妹柳西音一脚而大热 在剧中 她一身唇白素肠惊艳登场 剧中在花前月下 她在纷飞的花间为表哥的那惊艳一舞 宛如月下仙子 楚楚动人却又坚强隐忍 外揉内刚 在孤城壁中王楚然一身贵妃服饰精美华贵 头饰虽然不多 但是非常的养眼 不过虽然受到宠爱 但依旧红颜薄命 近日王楚然在登场了 洛阳节目中身穿一袭蓝色挑染长裙 长袖飘飘 仙气十足 拿着竹尾扇 慢步走来 翩翩起舞 优雅灵动 真的是太美了 一瓶一簇都很吸引人 这长相真的是绝了 洛神的装扮简直惊艳全场 古典韵味与超凡气质展现的淋漓尽致 妥妥的一枚古典美人啊 在节目中 他还将用古典舞姿展现洛神风韵 将古典韵味与超凡气质展现的淋漓尽致 让存在于文学画作中的女神动起来 低手徘徊间 顾盼流离 感染力好强 小船的舞蹈功底是真的强 非常的灵动 杨幂在走红前 曾在电视剧《王昭君》中饰演过李夫人并现了一段舞蹈 全程就是转圈圈 下腰 转圈圈 下腰 转圈圈 下腰 然后就没了 最搞笑的是 在杨幂跳完落座后 对面两男演员尬夸道 这种舞蹈从来没见过 跳得真是好 哈哈 估计没见过有人跳舞只是在转圈圈的吧 赵露丝新剧《国子健》来了个女弟子开播 讲述名满天下的国子健只收男弟子 但赵露丝饰演的桑奇的出现 打破了这一传统 她成为国子健第一位女弟子 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女弟子 本以为就是甜宠瞎饭剧 结果开播后却被许多观众吐槽 古装剧不仅美貌被降级了 连制作也变得不用心了 赵露丝的剧照经过精修后清纯可爱 瘦瘦的模样让人怜惜 剧情播出以后有一段赵露丝跳舞的戏 视频中的赵露丝显得比较胖 不仅如此 她的舞姿也让观众觉得很敷衍 不少观众觉得这部剧是粗质烂造 赵露丝穿着白红相间的衣裙 精致的妆容也说得过去 只是在衣服的衬脱下赵露丝 看起来像一个没有脖子的人 不少观众说是赵露丝变胖了 还有一些观众表示只是角度的问题 况且这段舞的意思不是半可爱啊 而是一舞而清国 再舞则清成 三舞清国又清成 没什么脖子又穿这个高龄的衣服 又披毛散发的好邋遢 没脖子新人还是老是把头发盘起来吧 脖子短的人真的很难有大美女气质 赵丝露长得不符合古典美 或者说只有严格意义上的标志 才能古装也好看 虽然舞系站的分量不大 很多剧组甚至连专业的舞蹈老师都没请 跳两下就过去了 但在早前的古装剧中 不少演员是靠这种舞系名场面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 比如佟丽娅在某一天下的那段舞蹈多出圈 举手头组妩媚静在眼底 佟丽娅一跳舞 整个人都发光 这个眼神真的媚态横生 鼓子里散发出来的媚 还有何灵 在《大明公子》里的翻云赋予首 那叫一个别有风情 刘诗诗在《步步惊心》里 在木兰围场一身红衣 手持红眉在白雪中翩翩起舞 到现在依然是古装美女舞蹈的风神之作吧 孙丽在《甄嬛传》里面的 惊鸿舞能迷倒雍正就是有说服力的 虽然同样是舞蹈 她跳出的是唇 秦岚在演习攻略的《洛神舞》 这段舞的精髓是舞蹈动作简单 全靠气质优雅和氛围感取胜 人舞和舞蹈融为一体 让舞蹈更令人难忘了 回过头来看赵露丝服装 那个领口好小 往肩膀撇开一点 能显得有脖子一点 赵露丝很瘦 但总给人一种大饼胖脸的感觉是咋回事 一开始以为赵露丝穿的戴得太多了 细看佟丽娅也很多 但是整个人很灵动 赵露丝这两下像是不会跳舞 又假装自己是仙女的小时候的我们 很多电视剧一道女演员跳舞的镜头 会跳的都是拍全身 不会跳的60%都是在拍表情特写 随便甩两下手 扭几个腰 再转几个圈圈就想敷衍过去的 不如不要跳 现在的古装剧跳舞戏 有些真的很糊弄人 不是全靠衣服跳得比人好 就是古风机一吹钢丝一吊 演员就各种飞 再拍几个被惊艳到的路人甲乙饼的表情包 就算完事了 下面这八位跳舞才叫不糊弄观众 TOP1白冰 出自电视剧神话 白冰在神话中有三段舞蹈 其中为秦始皇献舞 曼妙舞姿 服装齐力 真的美到爆 据说白冰为了这次舞蹈能够有完美 呈现在前期就做了很大的努力 很早之前就开始向舞蹈老师学习 在学习舞蹈的时候会切断与外界一切的联系 没有舞蹈功底拍成这样真的是太棒了 完全看不出来 尤其是水墨舞 感觉难度超高 而且看不出来有替身 太厉害了 那时为小川和玉树的友情人不能终成眷属而感到遗憾 也为金沙饰演的吕肃的英年早逝而感到惋惜 剧情的最后虽然有些悲剧 有些难以接受 但不得不说剧中玉树的几段舞蹈实在是美轮美奂 仿佛仙女下凡一般 TOP2张子怡出自十面埋伏 张子怡这段水秀舞 美得让人不舍眨眼 让人多年都念念不忘 在音乐的伴奏中 她用袖子敲击一面面的鼓 奏出节奏 当然 在这舞蹈中 饰演乡村爱情王小萌的扮演者王亚冰 替她完成了不少动作 不说功劳谁多谁少 起码这段跳舞戏没有糊弄观众 值得一提的是 苹果公司的产品发布会上也曾经播放过张子怡的这段舞蹈 包含了中国的清零之美 华丽的视觉 而在《赴汤导火》这部电影中 张子怡的舞蹈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她的舞姿变化多端 时而柔满婉约 时而刚进有力 她将舞蹈与表演完美融合 以极高的艺术境界展现了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观众们无法抗拒着她的魅力 仿佛被她舞动的身姿所吸引 心灵也被托起 在这肆意燃烧的烈火中感受到了人性的坚韧和追求的勇气 TOP3刘诗诗 《一念观山你是什么时候入坑的》 在这部剧的开场时 刘诗诗饰演的任如意 她一舞倾城 不仅迷住了一众达观显贵 连观众都觉得 任如意的舞蹈是真的非常赏心悦目 值得一提的是 在刘诗诗的经典古装剧中 《步步惊心》中 刘诗诗饰演的若曦 她有一段给四爷跳舞的桥段 当年刘诗诗的红一舞就惊艳了很多观众 这次在《一念观山》中 任如意上来就是跳舞的桥段 红一白雪相呼应 任如意的舞蹈 也跳进了很多人的心里 任如意刚出场的时候 她表面上是一名舞姬 但其实她是乌一位的一员 舞姬只是掩饰 利用自己的姿色蛊惑男人 从而获得情报 这是她的任务 不过 很快任如意与玲珑就暴露了 差点被打死 还好任如意舞立直报表 关键时刻 她露出了看家本领 将斩杀他们的人都给杀了 《一念观山》中 刘诗诗的出场非常惊艳 从一舞倾城到一场刺杀 任如意的故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而随着剧情的深入 任如意洒脱的性格 还有她很厉害的武功 都非常带感 再加上《一念观山》的裙向戏 非常的好看 这部剧的热度也越来越高 任如意与宁远舟的感情戏 也让人非常期待 《一念观山》是一部大女主角戏 刘诗诗的戏份很多 不管是古装扮相 还是剧中人设 再加上很流畅的武打名场面 刘诗诗饰演的任如意 观众的认可度非常高 《一念观山》播出后 刘诗诗天选古人的说法 在网上也是广为流传 《一念观山》刘诗诗开了一个好局 任如意的一舞倾城 的确让人很惊艳 刘诗诗的舞蹈极具观赏性 因为本身刘诗诗就是学习舞蹈的 他有很深厚的芭蕾舞功底 所以很多观众会觉得 刘诗诗跳舞是非常有美感的 《一舞倾城》四个字 对于《一念观山》中的任如意而言 还是非常适合的 TOP4刘诗诗 而在一些古装剧中 《一舞倾城》都是名场面 除了《一念观山》中的刘诗诗 在《孟华路》中 刘诗诗演的赵判儿 他曾经也是被卖到了乐房 被迫学会了琴棋说话与跳舞 这些都是赵判儿曾经生存的本领 《孟华路》中 赵判儿主打一个优雅 他就算是跳舞 也会让人觉得高雅 这是赵判儿给自己的一种定位 也是他想要脱离剑极的一种决心 在《孟华路》中 赵判儿在酒楼开业的时候 有过《一舞倾城》的表演 当时 穿着华丽的赵判儿 跳着优美的舞蹈 他的出场也是惊艳了很多人 《孟华路》中赵判儿 《一念观山》中的《一舞倾城》 明显的是意境不同 赵判儿的舞蹈更优雅 他跳舞不是在魅惑男人 赵判儿的舞蹈 会让人觉得很华丽 典雅 但却又没有魅惑性 而《一念观山》中的任如意却不一样 跳舞只是他的一种手段 任如意舞蹈的精髓 其实是在他的眉眼之间 尽可能地在跳舞的过程中挑逗男人 引起男人的注意 这才是他跳舞的真实目的 刘亦菲与刘诗师有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以气质取胜 尤其是他们的古装扮相 都非常美 而且举止优雅 他们的颜值都很有辨识度 跳舞的动作或者舞打的动作都非常的流畅 TOP舞孙丽 出自甄嬛传 孙丽在甄嬛传里面的惊鸿舞可是很漂亮 在宫中不缺才艺的女子 但是缺的是跳舞很美的女子 而甄嬛就是那其中跳舞很美的女子 这一段也是孙丽自己真跳的 因为以前她学过舞蹈 并且她刚出道时候的电视剧当中 她也有跳舞 那个时候还是芭蕾舞 网上曾经有传言 剧中这段惊鸿舞孙丽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排练 只排练了两遍 就呈现出了剧中惊鸿一舞的效果 看过电视剧的观众都知道 甄嬛之所以跳惊鸿舞 其实是华妃 曹贵人等人 设计陷害 想要让甄嬛在皇上面前出丑 进而失了皇上的恩宠 但是没想到阴差阳错 甄嬛却凭借这支舞 更加获得皇上的青睐了 不过这场戏 电视剧和原作其实还是有细微的差异的 主要集中在出演挑衅让甄嬛跳舞的人 并非是同一个人 其实 甄嬛跳的惊鸿舞 早在唐代就流行了 而擅长跳惊鸿舞的主人叫梅飞 是唐玄宗早期的宠飞 简单来说 她就是杨贵飞的情敌 TOP6同利亚 出自母仪天下 压压的身姿恍如飞燕在世 身姿婀娜 舞姿偏然 风流灵巧 明艳照人 完美再现了汉宫飞燕踏流光 彩带偏仙舞未央 一场鼓上起舞 真实在现了史书中 毛血赵飞燕在宫女手托的 水晶盘上歌舞的绝妙风姿 同利亚为了跳出传说中 赵飞燕掌上舞的轻盈 更是继上威亚高空起舞 没有用到任何替身 舞蹈的动作 对于从小就开始练舞的 她来说并不是难事 但高中作业对同利亚来说 非常的辛苦也很危险 跳舞时的她 显得特别自信迷人不扭念 媚眼如丝 一凭一笑都充满柔情 令人心醉 将一国霍飞的娇媚展示得淋漓尽致 同利亚是赵飞燕跳的 这段鼓上舞是该剧最大的亮点 播出后被网友称为最经典的赵飞燕 TOP7林芳斌 出自唐明皇 她 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代 霓裳雨衣 歌舞升平 唐明皇中几乎把这段舞蹈完整重现了 因为出演了唐明皇中杨玉环一角 林芳斌被誉为八十年代第一美女 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 导演陈嘉玲主义的杨贵妃第一人选 并不是林芳斌 而是被誉为内地第一古典美人的和情 因为剧组的拍摄周期过长 演员夏天要穿棉袄 冬天却要着薄纱 和情犹豫再三 还是拒绝了这个角色 和情拒绝后 杨贵妃一角顺时落到林芳斌头上 但马上林芳斌就面临两大难题 一是 杨玉环是个风鱼的美人 而林芳斌身高1米75却仅有一百斤 完全演不出这种雍容华贵 第二就是 林芳斌不会舞蹈 而杨玉环在剧中足足有七段独舞 虽然开局不佳 但林芳斌才不肯放弃 体重不够 那我就拼命吃 一顿吃14个肉包 睡前还要吃两个鸡蛋 足足吃胖了30斤 不会跳舞 那我就现学 七段独舞都是我林芳斌一个人跳的 一个替身都没有 就这样 林芳斌出色地完成了杨玉环这个角色 和周杰并称为最还原的杨贵妃 有人评论林版的杨玉环 这样说道 若论武技 林芳斌叫周杰略输一筹 但其云并花言 回眸一笑 媚态于资则俨然杨贵妃在世 TOP8杨蓉 出自大汉情缘智云中歌 一只折腰舞 成军翩翩舞动 身姿歌诺 舞媚倾城 五经四座 在场众人赞叹有加 杨蓉面若桃花 使刃双眸含情默默 一袭雅致白裙翩然起舞 便仙长袖时而伴遮掩面 时而随舞蹈空中飘逸 纤细灵巧的双手撞弱蝴蝶 自在翻飞于一片白色花海中 好了以上这八位女演员的古装舞蹈戏 你认可吗 还有哪些没上榜 评论区讨论哦 请三个字幕提供 你们看 请三个字幕提供 第一部分 一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